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再来介绍另外一种电场 这种电场呢叫做孤立导体的电场 那这个孤立导体的电场呢 基本上跟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个 无限大的平板电场呢 是有相当的关联性 我们所谓的孤立导体就是说 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导体 一个金属的平板 我们把一部分的电子呢把它移走 所以平板的表面呢 就带有等量的这个分布的一个正电荷 那我们现在假设它就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导体 那这个它是它的第一面跟第二面 那所以它上面的正电荷就分布在这个 它的表面 那所以它呢它的附近就会产生一个均匀的电场 对第一面来讲 它在这边所产生的电场就是E1 那对第二面来讲呢这个电场是E2 那对第二面来讲呢在这边的电场就是E2 因为它是正电荷 所以它的电场是往外的 那对第一面来讲它在左边的电场就是E1 那当然这个我们所取的范围呢是远小于它这个孤立的导体的本身的dimension 所以因此对这个第一面跟第二面来讲呢 它所产生的电场就是用无限大的平板电场呢来讨论 那所以我们用它的向量盒 就是2πk的sigma 因为无限大的平板电场是2πk的sigma 这sigma就是它的面电和密度的意思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呢 因为它的电量是一样的 那面积当然也是相同的 所以就变成4πk的sigma 那这sigma呢就它的这个 每一个面上面的带电量Q 除上这个每一个面的面积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这是带负电的 如果金属表面是分布的是负电荷的话 它的电场方向就是往内 那第一面在右边所产生的电场就是E1 那第二面的电场是E2 然后第二面在左边的电场也是E2 那第一面在这边的电场也是E1 所以它的向量盒呢 也是变成4πk的sigma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这是一个带正电的 一个是带负电荷的 但是因为它不能靠在一起 但是它有个条件就是说 它们之间的距离 两个金属板之间的距离呢 要远小于它本身的歹媒性 就是长度或者是宽度 那因为左边的这个金属平板呢 它带的是正电 所以它的电场是往右 那这个平板呢 带的是一个负电荷 所以它的电场也是往右 所以我们把它们的总电场呢 加在一起 也是变成4πk的sigma 就是它的电量呢 除上它的面积 那其实这一种的孤立导体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电容器 因为它中间会产生一个 很均匀的一个电场 很均匀的电场 但是这两个金属板要靠得非常的近 要远小于它本身的一个歹媒性 那像这种孤立的导体呢 像我们了解那个像壁雷针 壁雷针它的作用呢 就是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孤立的导体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周围的电场呢 很大 所以它可以把空气中的一些电荷呢 让它产生尖端放电的一个现象 这都是属于这种电场的一个作用 好 有关这个孤立导体的电场的观念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